开药袋大量药品包括克流感药粉 感冒药水还有抗生素 零零总总加起来一共八种药 让人难以置信 这是一个三岁小孩需服用的药品 自家小孩生病 带小孩到桃园中立一间小有名气的小儿科诊所看诊 但是家长说看诊三分钟 中间没凉体温也没做快筛 医生就说小孩得了哮喘跟流感 接着就花了690元带一堆药回家吃 家长不信任医生 马上又带着小孩到另一间医院求诊 得到的结果却是相反 小孩根本没得流感 实际来到这间诊所 可以看到许多人都在等候看诊 他开很久了 大概有10年了 我孙子都在这边看 医生评价好却爆出看诊纠纷 对此医生不愿出面回应 家长质疑医生没有医正常流程看诊 却开出流感药品甚至收费也有疑虑 虽然疾病管制署公告未满五岁之类流感患者 无需进行快筛 医师可是病患状况开立客流感 但看诊三分钟开立八种药品 对三岁小朋友来说是否恰当 有没有滥用健保情形 卫生局还要再进一步了解 记者刘展台湾报道